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囊牌的视频 今天是第12期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通用函数 今天咱们学学囊牌的通用函数 马上进入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其实说一个也行 说N个也行 为什么 因为囊牌的通用函数提供了多如牛毛 今天我只给您介绍简单的几个 好不好 咱们一通百通 咱们看囊牌给咱们提供了简单的数组算数运算符 都有哪些 一般咱们说到这个算数运算符 无非就是加减乘除 对不对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套数组间的加减乘除的运算符 应该说是一种机制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今天咱们学习哪些 比如说加法 数组相加 数组和变量相加 都可以做到 它有一个广播的概念 咱们今天要学到加法 减法 乘法 这是平方 对吧 N次方都可以 除法 以及取模 大家请看 居然还取模 取余数目就是 都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 好 先少许的马上开始 首先input一个囊牌 今天我给你演示 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非常好的一个云计算平台 键一回吹一回 好 行了之后 Ctrl M加B 开一个新的代码块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首先先升为一个数组 我用的是囊牌 arrange的函数 它会生成一个0到9的数组 一维数组 咱们看一下 go 没有问题吧 0到9的一个一维数组 里面有10个元素 接下来咱们对它进行加减乘除 试一下 比如说 咱们对这个数组加5 大家想一想 对一个数组简单加5 在其他语言中会怎么样 会报错吗 对吧 在南牌中 在Path中就不会 它会有一个广播的概念 它会把这个数组中的 每一个元素通通加5 马上看结果 多棒 大家请看 原数组 0123456789 下面的数组 把每个元素都加上一个5 而且速度非常快 好不好 非常好 接下来 咱们既然能加法就能减法 咱们每个数组都减去一个5 看一下结果 出来了吧 0123456789 原数组 各减去一个5 -5-4-3 对吧 到正4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这个数组再乘一个5 再试试 怎么就是跟5干上了 大家请看 是吧 每个数组都各乘一个5 对吧 5945 最后也出来了 对吧 OK 然后 然后咱们就干什么 不但可以加减乘除 还可以乘方 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二次方 也就是说 这个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来一个二次方 咱们看结果 这三行屏蔽起来 看结果 大家请看 原数组 0123456789 对吧 线数组 新数组 大家请看 每个值都进行了一个平方 完全做到了吧 OK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是这样 咱们不见得说开二次方 开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对吧 咱们这开个三次方 大家请看 这不就出来个三次方吗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非常方便 为什么大家都用囊牌 不仅仅是说 它提供了强大的功能 更因为 它的速度计算 也是比较快的 虽然它不用GPU 好 咱们再试一试 除法 对不对 每一个数组元素 咱们都除以一个值 能不能做呢 当然没问题 看结果 够 大家请看 每个数组值都除一个二 是吧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这变成个小数型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个一般咱们不给您讲 您一般都想不到 怎么回事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数组之前 加了一个负号 什么意思 是说 每个元素都变成负的元素 5变负5 3变负3 好不好 看结果 够 大家请看 居然还能这样做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说 用0减去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就得到现在的负的数组 对吧 OK 非常的灵活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 取鱼取膜 咱们对这个数组当中的 每一个元素 进行取鱼 或者叫做取膜 都可以 这可能不同的地方 咱们翻译不一样 大家请看 我是0到9 这个数组 若通通都对2取膜的话 会得什么结果 0101 对吧 看结果 没问题吧 比如咱们对3取膜 也是没问题 012 012 对吧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轻松的数组 和一个数值之间进行 加减乘处 非常的方便 这个其实是灵活的运用到了 囊排 或者说python里面广播 数组广播的概念 分享给您 同时 大家请看 咱们刚才用的是这颗运算符 其实相等的做法 相等的语法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提供一些个函数 这些个函数 加减乘 对吧 这些个函数 其实才是 囊排里面的通用函数 它通用函数有很多很多 今天呢 我仅仅是给您介绍的 加减乘数最基本 咱们最常使用的这几种 咱们把下面代码运行一下 出来的结果跟上面 应该是完全的一样 才对哦 试一下 哇 上面这些屏蔽都打开 然后运行一下 这个是直接算出运算符的结果 然后 咱们再使用 囊排通用函数 执行同样的逻辑 咱们看一下 据说 据说您用囊排 这个函数的执行方法 比咱们直接用算数运算符的 方法要快一些 这是据说 我没有做这个时间的评测 但是据说是这样 您呢 如果说是这个 用的这个数组之间计算的话 我倒是推荐您使用这种方法 好不好 不过那种方法都可以吧 上升的方法 现在还怎么说呢 可读性比较强 而且相对比较简便 这个是看您 我是认为 这两种方法应该是速度几乎相同 没有任何的区别 不可能说 我调用南排一个通用函数速度就快 这个我倒不是说特别的详细 据说 不只是据说 但是我没有做过测试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您有时间可以做测试 用咱们上期讲到的 Time Eton 对不对 您可以做简单测试 来看看是不是两个速度一样 或者说 下面的这个原生的这个通用函数 会更快一些 这个是今天小马 留给您的一个课题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南排的通用函数呢 多如牛毛 今后有机会呢 我再给大家进行介绍 今天呢 给您介绍几个非常常用的函数 希望对您的学习呢 有所帮助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趣的朋友下载运行一下吧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咱们在下期再见咯 拜拜